我們是比方追餓感 從小油跟餅乾開始 很帥 欸 你怎麼在吃零食啊 不是剛吃飯你已經做到減肥的嗎 可是 肚子餓了嘛 那都是一點不餓就好啦 拿摸摸手上是怕別人不知道你很餓嗎 但是 一吃好就停下來啦 那你不選的是健康一點的零食啊 看起來就吃了些什麼 乖乖 肉是 但是現在食材問題都這麼嚴重 你才敢隨便便吃這種經過複雜加工的食品 那要不要添加我幾行好嗎 哦 但通常不要把健康添加的餅乾都又貴又難吃啊 來 餅乾 來耶 那我們可以自己鹽發健康美味 這個也添加餅乾啊 這樣的話就不要讓你添加我的問題了 我們做得到嗎 可以啦 我們可是餐廳就餐了 所以我們應該先了解餅乾之動作 哪些基本材料囉 哦哈哈哈哈 關於餅乾的知識問我就對了 你 你是誰 我啊 我可是歐洲彩代學院的專任教授喔 哈哈哈哈 餅乾的基本材料如下 麵粉 油脂 砂糖以及雞蛋 啊 一年級的時候我們不是有學過食物學嗎 裡面就有提到說一公克油脂就可以產生九大卡熱量耶 糖量跟蛋白質也才是大卡 所以想要從餅乾的基本材料中來下手 當然是油脂囉 經過我們多方研究資料 我們發現餅乾中的油脂部分可以用西亞優格代替喔 嗯 西亞優格是什麼呢 西亞優格又稱脫水優格 在希臘市場見家庭傳統美食 傳統的西亞優格一定要使用新鮮的餅奶製作 可是呢 新鮮的餅奶在購買上比較不方便 所以使用新鮮奶製作也是可以的喔 西亞優格之所以會這麼受到家庭的愛戴 主要是因為它的高營養價值 由於減少大量的水分以及乳清 所以蛋白質含量也相對性的增加了 而且西亞優格也保留了優格的其他優點 還有那猶如新鮮起司的滑順口感 以及嫩濃郁的乳香 加上低卡路里又容易產生保值感的特性 也是常見的減肥好幫手喔 接下來比較優格與一般常見的優質的熱量 有一次我們會發現優格的熱量比其其他優質的 平均少了有720大盤那麼多 為了解西亞優格餅乾與市售餅乾的熱量與成本 我們參考了市售食譜書籍並做了以下表格 雖然研究配方多了食譜配方5元的成本 卻大大減少了166大卡的熱量 以跑步來說 順帶18分鐘之內 跑2610公尺才消耗掉 好累啊 對喔 接著介紹西亞優格的材料與做法 材料有 全脂鮮滷白沫和有味物糖優格30克 首先準備材料和器具 接著將牛奶加熱消毒後放涼 再來牛奶和優格混合並倒入蜜蜂罐中 以毛巾和小瓶巾包好 夾蜜蜂罐放入微波爐中 並放入一杯熱水放置一個晚上 最後在濾網上混上一張紙巾 倒入優格濾料水分再放入冰箱5到7個小時 就是我們的西亞優格囉 接下來介紹西亞優格餅乾的材料與製作方法 我們主要是以西亞優格代替油脂和其他基本材料做混合 材料有低劑麵粉110公克 西亞優格50公克 糖粉30公克 蛋黃1顆 首先我們將蛋黃加入西亞優中混合均勻 再塞入糖粉 接著分次塞入麵粉 並以暗淡的方式揉成團 我們可將整形的麵團捏成圓柱狀 用保鮮膜包好 滾凍保存 或者用擀麵棍擀成甜甜酸酸酸的餅皮 如果選擇好擀成餅皮的方式 就可以將要不好的麵團放到口上 烤箱以上火150度以下50度C 烤烤約13到15分鐘 登 餅乾時候放人機和食用 經過實驗研發 根據38萬收視者的溫卷統計 以及此配方在愛樂理網站中的收藏數 點閱率等等 我們得到的研究結論如下 我們發現那部分人帶餅乾 外觀、味道、健康以及整體性的部分 都是滿意的 但是在製作便利性 以及嘗試製作意願 卻都是普通 而在愛樂理網站中 我們的點閱率破千 但收藏數僅僅300多 由此可知 大多數人算 對四塊餅乾是滿意的 但製作過程偏繁索 以至於較不願自行製作 因此我們不只有成品 更進一步將冷凍麵團的部分 就相平化 以解決多數人不願自進麵團的問題 而最後在口感的部分 大多數人覺得普通 我們自己試吃的結果是過於乾硬 經過討論後 我們決定將麵團的部分感得更薄 再進行空靠 成功顯示口感得到 來感善變得更加脆口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研究建議的部分 在研究建議我們分為 知識者、驗者及後續研究者 在知識者的部分 我們建議配方需要使用按壓手法混合麵團 因為一般的肉汁手法 容易使麵團產生驚性 記得對口感造成影響 配方需要使用自製的西安優格 或是使用一般的市售優格 透水之產品 容易比例也去甚至改變 配方的成品 口感偏脆硬 味道較單純 若是老人會想來使用 建議搭配奶粘食 或是在麵團中添加果乾 也增加營養 在業者的部分 我們建議可以改良出多種口味 或是單飯受冷凍生麵團的部分 在後續研究者的部分 我們建議可以針對乳芯的部分 進行味道上調整 因為乳芯本身有種特殊的味道 並不是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的 希望後續研究者可以在這部分進行努力 以達到物盡其用的效果 我們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